上去喊 今天再给他送一出戏 是 对面共军当官的听着 我们赵老将军 今天还送戏给梁馆展开 赵氏孤儿 什么 谢 赵氏孤儿 是 送梁团长一出好戏 赵氏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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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哥哥 你说赵元庚 干吗专门送这出戏呢 他跟牛蛋这关系 跟这出赵氏孤儿 也不是一满事 你就别瞎琢磨了 说的都是老赵家孩子的事 小声点 你还真得去一趟 你去一趟北门 让一营的战士 一半留在战场 一半过来看戏 行吗 你不怕赵燕庚 趁机打得突围 我就是想试试赵燕庚 想不想跑 算了 试也没用 八成是铁了心的 要想跑早就跑 何至于今天打突围呢 行 我再继续 等会儿 一半也不留了 全吊回来看戏 赵燕庚要是真的跑 咱们就不费一枪 一弹进了城 这组也好 等会儿 这样 我去北门 你去钓玉北营和剑刀脸 做好战斗准备 如果赵燕庚真想跑 咱们就豁出他 好 阴影全体注意 所有人都去看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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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得留几个人看炮吧 不留 我自己留下来看炮 去吧 是 这臭小子 老子给他送那么好的戏都不听 好招给我耍计策了 他们可都传彻啊 去 说不定就在那儿给我藏着一个营 等着我上套呢 小四 你说这小子是不是看了昨天我给他送的空城记 现学的吧 这个臭小子 学得还挺快 好 娘你咋不去看信呢 没心思看 你给他写封信吧 给谁 少跟娘撞糊涂啊 你给赵燕更写封信 你写的信 我就不信她不看了 我就不信她不看了 好了没有 好了 你送来的两出戏 等会儿 戏是谁给谁的 总得有个称谓吧 称谓 你管它叫什么呀 老赵 你 老赵 这是梁牛蛋团长给你写的信 字写得挺好 不是他写的吧 不是 他说的 我儿媳妇雅琴 代笔 懒得看 念 老赵 停 停 臭小子 真难为他了 想出这么个称呼 老赵 挺好 还没人敢这么叫我 接着念 送来的两出戏谢谢了 以前没听过这个 刚开始有点听不懂 后来请了位先生给我讲了讲 诶 懂了 故事还可以呢 不过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事 这个不太好 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不太好 战士们也觉得不如我们宣传队演的戏好 当然我得承认也有特别喜欢听的 比如我的副团长 他从小就是个大戏迷 还有很多乡亲们都说这么大的戏班子唱的戏 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过 你已经送来了两出戏了 可是我才送出了一台业务 这个不太好 如果你同意 我想请你看一副 我最喜欢的东西 歌剧白毛女 讲的是老百姓的公司 最穷最苦的老百姓的公司 白毛女 听说过 公党就好搞这一套 就喜欢编出个故事来 鼓动着穷人跟着瞎闹腾 让他送来我看看 你这是让我烧话呢 这不好吧 人家梁团长 可是给你写的信 就这一句话 你还得让我写成信 您说呢 娘 又回来了 她给你写的 才这么几个字 这什么事是啥呀 这四个字我认得 送来我看 这个老赵 连个称谓他都不写呀 梁团长给赵老将军送演出了 歌剧白毛女 从外共军单官的厅上 赵老将军给梁团长送信了 御堂昆 梁团长给赵老将军送演出了 杨阁郡 兄妹开荒 赵老将军给梁团长送信了 赵老将军给赵老将军送演出了 尊丁鲁郡 给赵老将军送演出了 奥羞十字 六壶兰 再送一回 赵世光 十天赵元庚送来了八台戏 写了六封信 可仅从这六封信中 确实无法判断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可这十天的期限已经到了 首长 我的侦察牌已经摸清了 城里的兵力和部署 我们对战略部署 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我绝对有把握在两天之内 拿下这座城来 听说他们的装备很好 弹药也很充足 对 肯定会有很大伤亡 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 打硬仗的准备 我们不能因为它一座城 影响了解放群中国的战略部署 看来只能打了 你觉得什么时候打好 最近城里城外来回送信 应该是他们最麻痹的事 要打 就是这个 什么样 每天都是这样 懒懒散散的 一点也不像打仗的样子 八成等着您给送戏呢 不能再大意了 已经十天了 臭小子弃圣 我不相信他能扛阔十天去 老将军 今天可是您的好日子啊 什么好日子啊 保不齐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啊 告诉弟兄们 今天给我打起精神来 我料定共军会对我动手 是 好 我同意 总共时间 就定在今天晚上七点 好 天一黑我们就开炮 还拿北门当偷破口 不行 娘 我和首长在开会 您怎么能偷定呢 对不起 首长 能不能不在今天呢 娘 您先出去 首长 我有句话要跟您说 铁林花同志 您越来越不像话了 您要是再不出去 我让警官员把您抓起来啊 袁团长 你的脾气不小啊 连你娘也敢抓 首长 我就想跟您说一句话 一句 说吧 袁团长 你先出去 首长 出去 立花婶 说吧 首长 今天是赵元庚的好日子 七十整寿 首长 好 我说计划停销了 推迟到明天 今天 你归铁林花同志领导 什么 扶送命令 十天里期限还没有到 今天是最后一天 梁静丹同志 你还有机会完成 野战军首长交给你的任务 记住 对你娘的 我们走 冯首长 说让我听你的命令 冯首长说让我听你的命令 说吧 让我干什么 把脑袋给刮了 刮脑袋 娘 今天是她的好日子 七十整寿 您咋知道的 我咋能不知道 咱们得给她准备份寿礼 咱们有啥礼可送啊 这礼啊是不大好送的 她不愁吃不愁喝 不愁吃不愁吃 所以娘才要给梁团长你刮脑袋 别动 城里边听着 今天正逢赵老将军七十整寿 梁团长送贺礼了 请你们高抬枪口 以防走火 赵老将军过生日 今天初起呀 今天是初九 还别说 今天是正日子 过外 抬构枪口 如果能够劝朔赵元庚起义 将会大大减少收缝的伤亡 将会大大减少收缝的伤亡 少死一个人 就能够多成全一个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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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送礼 是 是这么寒的 是 是这么寒的 是这么寒的 小船啊 好啊 荆轲刺秦 秦贼先秦王嘛 反正让这个兔崽的任祖归宗 不可能 甭管送什么 留下 人 不见 是 是 我们是来送礼的 你们耳朵聋了没听见呀 这老赵家什么规矩 就这么对待送礼的客人 臭狡猾 赵老将军有令 把礼留下 站住 我说过了 赵老将军今天不见客 你也说过了 把礼留下 我们送的礼得现场做 你总得让我们做完了再走吧 都别断着枪了 这几个个个都经过枪铃弹雨 不怕你们这个 快点 快点 让兄弟们帮忙 把东西搬到院里头去 帮忙啊 不会 赵老的 你也会 在路上 居然 明镜 我 有点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老将军他脸上不好看 我肖色虽然上了几岁年纪 可是记性好 你就是五年前那个刺客 别人我可以不防 你是我不得不防 妈呀 雅琴 你记不记得五年前我身上有一个枪眼 就是这个大叔打的 不是我 是我的手下 打你这个小猫贼还用我吗 对 你没打着 张继安的闺女 我也记得你 当年就是你假扮新娘把这个刺客送出城来 可惜呀 你当初先盖头的时候啊 没认出我来 雅琴 怎么能这么说啊 当年要不是这位大叔逼着咱俩做了花轿 咱们也不可能成为夫妻 是不是 以后你就算我们俩都没人吧 牛蛋 面柔好了没有 没点耍嘴皮子了 快点玩 好嘞 这一年俩 这是唱的那一出啊 唱的那一出啊 牛蛋 水开了 来喽 换抢 担担 上 着开 这么多枪 别往前去 小心走火啊 快 快走 不要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 咋的这是 几年没干活了 手里没转心了 不让你做一碗面吗 有准 这碗是送礼的 那碗 我有用 好儿子 应该的 那钱 给我来个碗 老将军说了 李克留下 客人不见 小三 你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你送进去的面 和我端进去的面 能一样吗 滚开 我才能开 你都把你的夜店嫌 那天我都没想了 我只能把这银子带进去 你做得好 我只能给你 你做不成 清香 买过来 芋台 来 趁热吃吧 炉好 香 面筋的 香 好吃 要是来碗醋就更好 那我给你拿去 好 老爷子 咱吃面 给我吧 别人喂的他不敢吃 不 我来 这面香啊 香 还得趁热吃 您尝一口 尝一口 尝一口 香吧 咱 这么多年 我没跟您进过孝头 我是您女婿 您是我丈人爹 丈人爹 他定懂了 丈人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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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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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真老了 这都快吃完了 才拿来醋 你吃得也太快了 这怪我 好 儿子的面做得好 你说这儿子也是啊 要是不当这团长 能当一个好厨子 你还要不要醋 要 来 来点 再来点 你再来点 这是 你再来点 这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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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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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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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渣咧 行了 你和儿子的礼就算送到了 回去吧 你在堵我的嘴 还有话说啊 你心里清楚 知道我心里清楚就不用再说了 回去 我不走 我和牛蛋是带着任务来的 玩不成任务 我们不走 谁的任务 共产党的任务 别蹬笛子上脸 好 你打死我 也算我完成任务了 好 就听你的 赵远哥 你这辈子没白活 胳膊上跑过马 拳头上战过人 一辈子的大英雄 怎么到了七十岁 老糊涂了呢 使食物者为俊杰 你不觉得你是在逆天道吗 你是没有见过解放区 欢天喜地的样子 老百姓欢迎解放军 那是真心实意的 解放军经过的时候 老百姓杀猪宰羊 那是打星眼里高兴 不像你们争军想的时候 他们都想方设法地 把牲口粮食都藏起了 我不是为了救你一个人 我是为了救这全城的老百姓 还有那些跟着你扛枪的弟兄们 一旦打起来 又得死多少人 少死一个人 就能多成全一个家 想想这片家业 多好的房子 多大一片房子 还不是你这辈子苦心巴蕾 拿命换来的 炸弹可不长眼睛 说炸没就炸没了 要是老太太还活着 能舍得这片家业给毁了吗 我明白 你就是要拼命 你怕输 怕输给解放军 输给牛蛋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投降 牛蛋永远都不会认你这个爹的 我可怜你 可怜你八到一时 到了七十岁 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了 这么大的一家人 一个个都是被你害死的你知道吗 你这辈子已经害死很多人了 你现在还想害死这一城的百姓吗 你就是到了阎王爷那儿 阎王爷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你走 我还要不走 你走 你走 就下命令吧 别打了 打仗就是死人 全国都快解放了 还打什么打呀 出去 滚啊 我不走 你开枪吧 反正你诚心要害死这一城的百姓 还有那些给你扛枪的弟兄们 从我开始啊 我下不了血 不傻 二十五年了 打不了这一枪 但是这一枪我必须得开 因为我是一个军人 爹 你听着 六发子弹老得伤了五发 这一枪我 不想扫我命打 打下了我认 也算对得起我儿子对得起天天晚面 你何苦呢 你给我听着 臭鸭门 老子骑了一辈子的马 打了一辈子的枪 让你说两句就投降啊 做梦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你要是死了 你的弟兄们肯定会跟解放军开场的 那你这就管不着了 你不能死 别 严肯 叫我什么 你要是死 我就陪你一块死 你不能死 分啊 赵元庚这一辈子 身边有多少余人 最不愿意跟着我的教室 林辽林辽 陪着我她还是你 我 娘 让开 娘 没事 这是天要灭我呀 这要是一清对着我的脑袋 我的脑袋就开花了 我一死 那我的手下就得把你和我的儿子打成筛子 梁军就得开仗 老百姓就得血流成河 就因为我 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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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他 徐凤之 铁梨花 赵元庚二十五年前做的唯一了不起的事 就是把你去的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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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仗劲 钓铁梦 牛蛋的部队进巢 是 牛蛋的部队进巢 牛 臭小子 面 做得好 把手伸出来 跟老子握手 牛蛋 臭小子 尊老二友你不懂啊 走 带我去看看你的部队 都有什么装备 我扶着你吧 扶着 扶着 走 走 报告老将军 我奶奶走了 我娘 走哪去了 跟着那个娇娃子出了南城 背马啊 是 是 上 上 上 是我娘 不追了 你娘的狗脾气我知道 他要是拿定了主意 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李哥哥 咱去哪儿啊 老虎山 山上开了那么多荒 都是好地 中沙长沙 走